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大陸政府不斷推進數字人民幣的實施進程 現在還搞了一個數字人民幣紅包出來吸引大陸人去使用 根據深圳方面的消息指出 為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以及結合本地促進消費的政策 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聯合人民銀行 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 本次試點是由羅湖區出資 通過抽籤的方式 以數字人民幣紅包的方式 發放到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社會大眾可以持有這個紅包 在有效期內去到羅湖區指定的商戶進行消費 按照字面的意思解讀 即是羅湖區首先要指定了一堆商戶出來 然後才讓消費者去挑選 即是他選完才到你選 說就說羅湖區出資 但錢從何來呢 又是納稅人身上出來的 所以這個安排真的夠巧妙 另外根據深圳發布公告指出 本次活動一共會發放總計一千萬元的 禮響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 每個紅包金額是兩塊水 紅包數量一共有五萬個 那些人肯定會大規模地按鈕去抽籤 不拿就笨實 他官方宣稱 這個數字人民幣紅包的目的 就是為了刺激消費和拉動內需 但誰都知道 其實就是利誘那些人來用數字人民幣 一旦用得方便 用得高興的時候 再配合狗不狗 推出一些小恩小惠給消費者 那他自然就會用下去 其實這一招香港都用過 只不過就是不合理 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在香港 都有推出些什麼 儲存電子印花 或者是發放電子Coupon 又或者是利用他們的支付功能 就會有優惠價格等等 但是為什麼香港始終是普及不來呢 第一就是他入錢方面 始終都是麻煩一些 如果他方便的話 可能很多藍絲會落搭都不期 第二就是 香港有很多人 尤其是黃絲 先天就已經對大陸的 電子支付功能 是保持著非常強烈的戒心 根本上就拿不出信心來使用 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說 只是貪責電子印花 電子Coupon 另外也有很多人 非常注重自己的個人私隱 若然一個人去邊署消費 以及消費多少錢 都被你療如指掌的時候 豈不是那個人的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軌跡 都會讓你知得一清二楚 以及可以預測得到 當然很多人是不願意的 你猜真是像那位鼎鼎大名的經濟學教授雷鼎明所說 說有人叫雞可以用手機付錢這麼笨 我就無意做道德判官 我純粹是說他這個例子 根本上都不符合經濟學的邏輯 喂 一個男人他跑去召妓 他怎麼會用手機付款這麼笨 回到家 他老婆打開他的手機 他一開Apps就已經知道他當日去了哪裡消費 就不單止是那個支付機構會知道的 自己都可以查得到那些記錄的 有紀錄的 一看就已經知道 你為什麼那裡花了一筆這樣的錢 首先就是要保障自己的行蹤 不受這個政權和他家裡的老婆來去規管 第二就是 喂 就算不要說那個恩客了 說那個小姐 他都不願意用這個手機來收錢 對不對 如果個個恩客都說要用這個 數字人民幣 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寶去付錢的話 我想那個小姐 年尾就會被稅務局去割他糾菜一次 哈哈哈哈 根本上就是不合邏輯的 正等同於香港的的士司機 他們一樣是不喜歡在車上裝什麼信用卡 或者是這個八達通的支付的 為什麼呢 就是牽涉到那個稅務的問題 如果是用現金抓續的 就是他自己上報的 反而Uber就不同了 那些司機有多少收入呢 就一清二楚的那條數 因為全部都是用信用卡來付錢的 但是特區政府就說 這個Uber是不行的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哪有希望才行的 只是說你納正稅 Uber就一定是好過的士 我無意批判那些的士司機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只不過去舉個例子出來討論 也反映得到雷鼎明的例子 完全就是不合經濟學邏輯 說出來一笑大人的口 不只是說他叫雞卵這件事 到底有沒有道德的問題 而是他身為經濟學教授 怎麼會提出一個不符合經濟學的例子 說回大陸的數字人民幣 當然啦 國家機器可以藉著收集和分析大數據 來研判一下究竟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貨品 他就推出多些出來 其實這反而更有利於計劃經濟 因為他可以預測到市民到底消費模式 或者哪些商品特別流行 諸如此類 但是這個其實對於外國來說 相對也是製造了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 因為外國就搞不起來 你用一個國家機器出來搞一個數字人民幣出來 你就可以收集到這些數據 外國就完全做不到的 另外有些人又提出 說這樣搞錯就更加容易了 因為第一 所有的收入 如果全部都是扔下去 這個數字人民幣的時候 這樣就沒得走雞了 你有多少錢是利潤的話 就一定是要納稅的 第二件事就是 到時候很多不見光的錢會怎樣呢 就會趁著這個數字人民幣 就是在全國範圍裡面 全面實施之前 就會走得很厲害 走不到的那些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比如說那些貪官 原來被人手掛出來的人民幣 是有成噸的 以噸來去計算 那些錢怎樣扔進去 這個數字人民幣呢 其實他割這個糾菜是全民割的 不僅是平民 貪官都割了一份 其實已經割了 然後就說一下前重慶市長王岐帆 他又發表了一些偉論 到底他說什麼呢 我們又洗耳恭聽了 王岐帆昨天在出席高峰論壇的時候 就指出 如果美國真的尋求在金融領域和中國脫鉤 只不過就是殺敵一千 自選兩千 是等同於自盡 為什麼呢 他就分析中國有三大因素 可以抵禦到美國的動作 第一 在資本項下沒有自由兌換 始終要謹慎再謹慎 沒有自由兌換的話 就沒有辦法隨意衝擊到中國 第二 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價值 300萬億人民幣的金融資產當中 就只是佔1.8% 完全是回不了什麼大浪 第三 就是在中國運行金融業務 必須要受到中國憲法限制 否則就可以照樣處罰 實際這個王岐帆前市長 都不知道是否活在一個平衡空間裡 特朗普政府 只要搞到大陸不能換到美元 就已經是很劇烈的震盪 對吧 你看看伊朗 你看看朝鮮 而美元問題 在他提出的三大因素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過 我想他真是樂觀得很厲害了 另外他還說到 不管是貿易脫鉤 技術脫鉤 還是投資脫鉤 對中國都會帶來衝擊 但是這種衝擊是可以忍受和調整的 假以時日還可以迫中國更上一層樓 只不過 美國方面 如果真的聽了特朗普說要撤出一萬多家企業的話 將會丟失五萬億人民幣市場 丟失市場等同於丟失自己的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他認為美國是九成九 沒有能力去實施脫鉤和撤資 他這個說法 首先來說 所提出的五萬億人民幣市場 真的是充滿水分 實際上大陸有消費能力的人口 我不會質疑他是少的 分分鐘還會多過很多國家的總人口 但是永遠都不會是14億人口的市場 因為有很多人根本上是消費不起 你六億人口每個月入少於一百元人民幣 然後九億人口就少於兩千元人民幣 你主要都是靠沿海的城市去撐住 鄧小平當年的購賞 就是先讓沿海的部分付起來 然後才是內陸 但是現在沿海越來越富有 內陸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你說到多少萬億人民幣市場 這些一定是有水分的 還有就是 美國有這樣的底氣和大陸鬥下去 大陸有沒有這樣的底氣 現在大陸已經在說什麼內循環 美國有沒有跟你說內循環呢 而且這個世界是以美元作為主導的 你跟他鬥的時候 你的內循環其實就是糖水滾糖魚 其實也沒有說不行的 只不過是回復像清朝以前的情況 經濟發展會慢很多 但是你看看南宋 說他正是積極地來發展貿易 所以商業增長就會這麼快 還有一件事就是 大陸提出這個市場論 無論胡錫進也好 黃毅夫也好 黃其帆也好 有一個不當預設 他就是假設了西方所有國家 都會爭奪大陸這個市場和經貿的利益 而不會去配合美國 反而會填補美國在撤出中國市場以後的空白 為什麼我會說大陸這個論調是不當預設呢 正是因為西方國家到底怎麼想呢 你是不知道 如果他是為了一時的經貿利益 他可能會這樣做的 那些企業就會這樣做 因為那些企業純粹是為了賺錢 但是國家的話 他就有很多重的考量 比如說當這些國家 決定不配合美國的行動的時候 他會不會招致到一些什麼的後果呢 又或者當造就到中國 真的有能力挑戰美國一哥地位的時候 會不會對這些國家 構成一些什麼國家安全的問題呢 他們一定會想很多很多事情的嘛 就是到最後就是 到底他們願不願意改變這個世界的現狀 所以真的不能夠假設說他們會為了利益而爭崩頭的 利益就是所有人都想要 但是如果這個利益爭奪了之後 反而會為他們帶來更大潛在損害的時候 就未必會爭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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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